大家好,欢迎来到豆蔻追马的光影世界 我叫李波,是一个纪录片导演 在我的这个系列节目里面 我主要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拍摄过的一些那个纪录片作品 上一个也是我的第一个系列节目 咋咋咋咋讲了三集 讲了一个关于这个三河大神的这么一个群体 今天呢,我接着那个 我想讲一讲这个 我的另外一个片子 这个片子前前后后在央视也播出过 后来在NHK电视台 后续补拍也播过这么一个群体 叫横飘 其实网上我也看到过 有这么一个词 就是也有人把他们称为横电大神 然后还有网上我也看到过那次这样的文章 就是说三河大神 横电大神 是中国两个 这是两个特别有意思的群体 然后这两个地方也是中国 比较神奇的 比较魔幻的两个地方 说到这个三河大神 咱们提一句上面 之前提过那个三河大神 有一个叫陈勇的 他们有网友节目播出之后嘛 他也出了名了 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武术家 当时我看到网上有网友留言 就说这个武术家陈勇啊 可以去横电 也不知道那个陈勇到底真的去了 横电没有啊 这几年这两年也没听说他的消息了 但是呢 我确实听说 那个横电里边 确实还真是有那种 有三河 以前在三河待过的 后来去了横电呢 这个是肯定有 就是很巧合的是呢 就是我 我还都拍过这两个群体 然后今天我就是 因为上次讲完那个三河大神了嘛 我就今天接着讲一讲这个横横飘 也就是有一部分人把他们叫做的横电大神 然后这算是一个什么中国大神系列吧 这个横飘这个片子呢 说起来那个时间是真快了 最早我拍摄啊 是那个十年前了 你看今天是2022年嘛 我最早第一次拍这个片子的 是2012年啊 就开始拍这个横飘了 后来是第二年 就是拍完了剪辑啊 什么什么 那个这个过程里边 然后央视还审片 然后完了之后呢 等到播出是2013年初了 当时是在 CCTV9央视纪录频道 播了一个上下集 48分钟加起来 这个片子 播完之后 也取得了一阵反响 六七年之后 我又去普拍了 就是做了家常版 然后包括那个 我加入了新的拍摄对象 然后做了一个八级的一个片子 叫我取名叫横电路人 然后也放到那个网络上 有一个广州国际电视节 他们也下面一个公司 他们自己的一个公司也购买了 好像也在一些平台上也播出了 可能也有朋友 也有网友可能看到过 然后再往后是在那个 我又去补拍了一些东西 又补拍了一点 然后又 主要是后续一部分 又剪了一个片子 是大概30分钟 是在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了 他们是那个国际频道 NHK电视台的国际频道是英文吧 他那个名字也叫那个 反正翻译成中文 也是叫横飘 就是横飘中国的群众演员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节目 所以前前后后啊 就是这个片子持续了 八九年快十年 已经到目前为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当时 什么机缘巧合 我会去拍了这个横飘这个群体 我那个有一年呢 我去了深圳 怎么说话 这么一个扑扑通通的打工者 就这么一个 但是有时候还有点晕晕倒倒的 感觉就是有点晕乎乎的 这么一个 所以对他印象也不是说特别深 后来那个 大概我在那边 就是前后待了一年 我待了半年左右 大概是这个时候吧 就忽然有一天他跟我说 他说李导我要走了 就是我要离开深圳了 我要去横店了 我说你去横店 去干嘛呢 到那当制片吧 那边倒是应该是有大的影视公司 咱们就毕竟这是个栏目剧 他说不是我要去当演员 我当时就有点惊讶 是什么呢 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 就是说不说演员要多光彩照人 多么帅气 那个怎么怎么着漂亮 怎么怎么着 但是像他 我就很难想象 他那个这么一个 他当时普通话也说的不行 各方面性格 各方面形象 就这么一个 这也能当演员吗 我就是那个什么 我说你去当演员 你还有饭吃吗 你能找到活干嘛 我那有一次出差去上海 去上海之后 我就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之后 我说你是不是还在横店 当那个群者演员呢 他说是 我就说那我过来看你一下 然后我就过去了 就去找到增见了 当时他就是带了几个朋友 来 拉拉走 可能有十个人左右吧 来了不少呢 让我也挺高兴 我说那个 我说那个主人公 不知道能不能 一看来了这么多人 我说那可能应该不缺了 主人公的故事 就来了 我们就聊 在那个一聊呢 还真都是外地人 就是都是那个 他们都说 我有那种演员梦 有明星梦 然后我们来到这儿呢 活得就是 当群人演员 也挺辛苦的 就是挺不容易的 而且成功 现在看起来挺难的 但是我们还在坚持 增见的是 我是因为跟他之前 就合作过在深圳 就认识嘛 合作过半年 所以他呢 我就是 就是肯定是要拍他 然后完了之后呢 他给我推荐了一个 他的朋友 跟他关系不错的 他是这个人叫王赫 但王赫这个形象 还我觉得就是 比较端正 比较 武官比较端正 然后呢 说话也 也磕磕磕磕的 也比较正常 完了之后呢 他还有个特点 就是他喜欢那个书法 他们当时来 两个人来见我的时候 就带了一个人过来 其实他们俩也不是很少 反正都是那个圈的嘛 他们带了一个人 这个人也是 也是河南的 是洛河的 洛河的年龄 比他们大 比曾健还大四岁 当时是四十二岁 就人叫 交常道 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恒店的一些背景 就是那个 他这个恒店啊 他最早是 就恒店是怎么回事呢 恒店是一个镇 他那个行政规划上 他就是一个镇 这张省下面是 金华市 就是金华火腿 那个金华市 金华市下面 再有一个县级 是叫东阳市 东阳市的 那个恒店呢 这是东阳市的一个镇 他那个人口 也就十万人左右 然后地方也好像 也就是十平方公里 就是不大 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呢 这个地方他 当时在那个 九十年代的时候 就有 因为我不太懂 这个行业啊 就是这个 我对我属于 典型的文科生 对理工这一块 不太懂 他是叫那个 电磁 什么 这一块 好像是电磁吧 这一块 他是这个行业的 应该 可能在全国来说 得算龙头老大了吧 就很 很有实力 资产很雄厚的 这么一个 恒店集团 他是在 他是在 大概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 谢静导演拍那个 就是拍那个 新的 新版的那个 鸦片战争 拍的时候呢 当时是 那个老板啊 就恒店集团 这个老板 当时就 就跟 就是跟那个 谢静导演 就是说 要给他 就是配合 这个影片的拍摄 就在那个 恒店那边 建了一些 那个 头前 就建了那个 影视 影视的一些拍摄的基地 就这么拍了 拍了之后呢 那个 这个老板就 开始进军 这个影视业了 呃 就是投了很多钱 当时就 就建了新的基地 就是一些 主要是古装的一些 影视基地 就开始建起来了 那个 之后的 有一部电影 就是 就是 他这个恒店 也是真正的 应该说是 引起那个 全国性的知名度的 他就是那个 张艺谋 那个英雄 英雄里边 我当时 呃 我们都影响 比较深的 就是那个 秦王宫啊 什么的 就那个 这一块 就是主要就在 恒店的 呃 取得紧 然后那个 恒店的 这个影视场 这个名气 就从那个时候 呃 90年代末 应该是吧 2000年左右 就开始 呃 活起来了 活起来之后呢 这个恒店 就是那个 因为 就是 他影视基地 已经建了嘛 就是那个 剧组 就是 陆陆续续就有 2000年左右 那些剧组就 就就就就来了 啊 就就就来了 好多剧组 来了剧组之后呢 那个 呃 他就需要 那个群众演员呢 就就这个 这个 除了这个剧组 人家除了自己 带自己的 那个角色演员 自己带了演员 过去之后之外呢 他在当地 他就有这个需求了啊 就是要找一些 那个群众演员的需求 一开始是 恒店 当地的 就是那个 东阳市 或者周边的 就是反正就是 这个一些 农民啊 什么或者镇上的 一些居民啊 什么就 一开始是一些 村子里边的人啊 就是他们开始 呃 就是开始当这个 在干农活的 或者在这个 呃 这个这个 这个业余时间 他们就去客串一下 这个 当这个 群众演员的 这么一个 啊 这两外快 所以这种 呃 但是再往后 剧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之后呢 他那个 就就不 就感觉这个 需求量越来越大之后呢 他当 仅仅凭 当地的人 这个已经就满足不了 这个 这么大的用功需求了 完了之后呢 那个 就开始就 外地的 陆陆续续 就好多那个 嗯 有这个影视梦的人 好多人陆陆续续 就来横店了 就住下来了 啊 就住下来了 这个就形成了 这么一个群体 叫横飘 然后我们当时 就是 就是 我就在想 主人公确定了 就得拍什么呢 因为拍纪录片 干过这个 呃 纪录片人都知道 就像这种啊 就是有一个 就是切记 有一个 有一个创作的时候 切记就是尽量别 就是 别拍状 别形形局限于状态 尽量你要有个 故事的主线 最后闭合一点的 故事主线 这样你拍的过程里面 才那个 才有主性 呃 才才 才那个走的 才会比较顺 当时不是交传道 主要是曾健跟那个王鹤 就他们俩 然后还有他们 几个朋友 他们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 呃 即将发生的 或者是已经开始发生了 这么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想 自己想拍一个 呃 拍一个网络 那个时候已经有网络剧了啊 这么一个网络剧 就是自己拍一些片子 你放到网上去 而且他们名字都都都想好了 就这个网络剧的名字叫追梦人 呃 追梦人 就是他们是一群那个外地到横店来追梦的人啊 拍他们的生活 拍一个短剧放到网上去 哎 我说这个想法可以啊 可行啊 然后我说你们打开拍多久 他们说 呃 顺利的话 找人写本子 然后找场地 再调演员 顺利的话 一两个月也就也就完事了 哎 我说这就好 这就好 这就有一个故事线了 就在那个影视写作里边 他就就就就就就就有个词叫套层结构啊 我就我就 我就心里面一想 哎 这是个套层结构 就是戏中戏 呃 我这个片子本身是一个 呃 算是 如果是在一场戏的话 戏里边他们想拍一场戏 就戏中戏 他们要拍他们自己的戏 呃 然后他们拍这个片子 还有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主要的动机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 嗯 就是他们那个 他们他们当时就自认为啊 就是后来接触了之后 下来才发现很多很多那个横标 很多的群众 横店的群众演员 都认为自己是被那个 呃 被埋没了 都认为自己有才华 被埋没 呃 是谁那个 他们是千里马 就等着一个伯乐 呃 来来发掘他 他们是那么认为的 嗯 就是那个 他们就觉得 哎呀 这个戏啊 就是这个一些 一些大戏啊 一些主要的角色啊 或者是 哪怕是配角这些这种 这些角色 都是 比方说北京 一般的很多剧组都是北京去的 都在北京人家都已经找好了 到横店就是说 巴拉巴拉 找几个那个群众演员就完事了 啊 就是那个 呃 就是有戏 有戏份的这种 有份量的这种戏啊 就是轮不到他们 嗯 就轮不到他们 所以他们拍这个片子 呃 就是也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他们就说 我们没机会演戏 那我们我们自己拍 自己演 我们拍这么一个网络剧 我们放到网上去 用这个戏 除了表达我们自己的一些 那个一些生活 我们自己想说的一些话之外呢 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片子 呃 也让那些 一些导演 让他们看到 尤其一些有名的导演 看到 看到这个时候就发现 哎 我们其实是 呃 有表演才能的啊 这个就是那个 就是给你一个 就给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展示的机会 呃 我就 那就是定下来了 主人公跟那个故事线 都定下来了 他每天早上 呱呱呱呱 就经常 如果没戏 没戏拍的时候 就是就就就就就敲门了 就开始那个 李大齐来拍戏 就就开始拍了 就记录他们的生活了 就这么着呢 我才是真正的呃 走入到这个横飘 这个群体里边 就是用了摄像机 自我眼睛 就开始去去去观察 呃 这群那个横飘人的呃 之前只是在一些媒体上 一些报刊上啊 网络上啊 知道这个群体 一些文字性的描述是 看过一些 那真正的我这回才才进入 他们这个呃 团队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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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群体的这个生活里边 他什么什么状态 当然我这个片子里就开始一一的就呈现出来了啊 这个横飘啊 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网上 他这个数据也不一样 到现在到今年为止 你从96年到现在都 二十多年了嘛 二十多年了 据说是前前后后呃 当过横飘的人 这个群众演员的人 有有有有 是不是有二十万了 好像是前前后后 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他是前前后后来了走走了来的 这个常年住在那的 也有好几千人 就现在那个 他才一个十万人的这么一个小镇 但现在可能更多了吧 就是反正就是人数不多了 人口不多了 这么一个小镇 就好几千人 他都都是都是那个外地来 就是这个飘着的这个群众演员 横电这个集团就成立了一个 呃 就叫演员工会 这个工啊 不是那个工人的工 不是咱们说的那个 咱们说的单位上那个工会 不是那个工会 他是工家的工 演员工会啊 这么这么一个演员工会呢 就是对这些呃 外来务工者算是就是横飘 呃 就是有一个管理机制 有这么一个管理机构啊 呃 这个这个 你到这横电来当 呃横飘的话呢 你当来群众演员的话呢 你得办那个 就是演员工会 你知道得到他呢 去办一个演员证 你得去办一个证 这个办证啊 就是挺简单的 啊 挺简单的 就是那个 交十块钱 当年是 现在不知道是多 可能好像也没怎么找 然后把你身份证 然后还得要个居住证吧 还得要个居住证 因为你得在那租房子嘛 你都是外地户口嘛 呃 你得 得 得办个那个横电的居住证 呃 赞助证 你就可以开始 演员证呢 你就带着 就算在 演员工会就注册了 就你像那个影视圈啊 对普通人来说 哪怕现在 那个 哪怕将来 就是他对普通人来说 多多少少都是有点 还是有点神秘的 觉得有点那种 有点遥远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地 这么一个圈 这么一个 对普通人来说呢 一般的就是你想进去 想进去 想进去 呃 就是你是摸不着门的 一般来说 就很难的 但是在横电这个地方就是 就那么简单 门槛就那么低 你办完那个 办完这个演员证之后 在 这个演员工会 住了厕之后 呃 你的机 演出机会 就来了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就是你一只脚 你已经踏进这个 演艺圈了 就相对来说 横 横飘 就是他们要比那个 北飘 要容易一些 呃 横电这边 他最大的特点 就是那个 他他毕竟是个小镇嘛 他毕竟是个镇 所以他那个 这一块 就房子这一块 他跟北北 北京 他就是便宜很多 当时是 现在就涨了一些了 但是那个 我就说当时 2012年 我去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住的房子 多少钱吗 就大很多人 住的住的房子 都是不到一百块钱 一个月 像王鹤 住的那个 才九十块钱 曾建这个家伙呢 他要奢侈一点 是两百多 两百多块钱 老焦那个房子 他是那个 他一直 老焦说 他是那个 住在猪窝里度假 他一直自称说 住在猪窝里 他到横电来 是度假来了 他自己 我一直觉得 他是开玩笑 呃 就是他说 住在猪窝里度假 后来我才知道 我是隔了好心点 我才知道的 那个 就漏了这么一个镜头 他住的那个房子 他一楼啊 还真的就是猪圈 他也没跟我说清楚 我一直以为是个比喻 就还真就是那个 他那个 他住在三楼 一楼 他真就是那个 就是一个 养猪的 当时是 他没跟我说清楚 我就没拍这个养猪的 也没拍到这个养猪的 或者是 曾经是 我去的时候 已经不是了 老焦那个房子 也是几十块钱 才 七十块钱 好像是 你像老焦 他们 好多航票 以前都在北京 票过 北京也有一些 小的饮食基地 像淮肉啊 还有那个 王祖啊 什么的 都有一些 周边也住着一些 北京城门口 蹲气啊 什么的 当然他们都 后来都转站 横店了 就发现这边 哎 住的又便宜 那个 几十块钱 一个月 你再穷 你不至于睡大街 睡天桥 那个地下通道 不至于 然后玩了 然后玩了 机会又多 所以横店这个 群传员 这个群体 他就是就这么 越来越庞大 越来越庞大 就是随着我的镜头 往下一走呢 呃 纪录片这个 这个 往下开始深入的时候呢 这个 才知道他们这个群体里边 原来这个横飘是一个统称 群众演员 这是一个统称 而且才知道 他们也是分等级 而且可以说是很森严的 就比方说 他们那个 呃 他们那个 咱们说 说的一个群众演员 就是那个群演吧 只是 只是最低一层 他们一般才称之为群众 啊 就是你今天干嘛去了 今天我去 呃 去跑群众 就是当时 2012年 那个时候 那个阶段的时候 他们最低的 最低的收入 是一天是 就是 就是 员员工会 订的价 就最低的是 一天40块钱 才 拍戏啊 一般来说 比方说拍五个小时 这个 就是 就往往都是会 会就是失控 往往那个剧组的进度 会失控 就是拍五个小时 最后拍八个小时 比方说今天傍晚 应该节奏 结果变成夜戏 就往往需要加班 这样的话 他就会有那个 延时费 就是加班 像加班费 然后完了之后 还会有那个 别的费用 就是那个 比方说那个 因为他那个古装系嘛 其实 尤其是很大一部分 是那个轻工系 轻工系呢 就咱们都知道 那个清朝嘛 是剃发的 是留辫子的 剃发的话 那个你 哪怕你戴着帽子什么的 你也不能让人看出来 你 你你你 这些地方是有头发的啊 那个辫子 有个假辫子嘛 但是你这个 这些地方 你不能让人看出来 是有 有 有头发 所以你这样的话 你要么就是 你要剃光头 就 剃个光头 像那个王鹤 当时就干脆剃了光头 因为他那个 他当时就刚好就 就接了一个轻工系 就干脆把光头剃了 天气那个时候 五六月份也开始热了 他就剃了光头 这 那个剃头 就也是40块钱 就是你这天拍片子 也是40块钱 但是如果你愿意剃光头 剧组在 我还会给你40块钱 啊 就是 有些 有些戏是 有些轻工戏是 有些 因为需要 可以戴帽子的话呢 他只漏了这么一部分 只漏了一个冰角 这一部分 你把冰角剃了就行了 你不用整个都剃 你光剃冰角 10块钱 啊 也10块钱 加上加班费啊 加上还有些 如果严死 严死人 坦率一动不动 严死人的话 据说还要 另外再给 给你一点那个补助 就是那个 因为严死人不及力嘛 这个 这个 对 一般都有这个规矩 就陆陆续续这样的话 那个 你只要出去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都会比这40块钱多 就说到这个 呃 这个 这个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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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工戏这一块 剃头这一块 我还 当时知道 有一个剧组 就是拍轻工戏的 我还在那 就刚好就拍了 就无意当中 就拍 拍下这么一个段落来 拍这么一段落 就是有个小伙子 在那 剧组让他剃头 那冰角要 推高一点 他不愿意 他说推高了 就不是好难看啊 就不是还 跟光头一样了 他要40 那剧组说 你疯了 你这个规矩 就是 剃柄条10块 你要40 你这个 你这个是坐地起价啊 那个 那个什么 我就记录下 这么一个 剧组片子 剃光头 剃光头 剃得太光了 太难看了 其他还可以 这个多少钱 啥 剃个头是吧 剃个头 剃个头才10块钱 不想剃 非要我剃 没办法演戏嘛 完了 他们拍完这一天戏之后呢 他剧组就是 一般都是当天就要发钱 但是他不是马上就给你现金 一般的都是先给你一张票 就是一个戏票 就是那个作为凭证 当时啊 到月底呢 你就统一到那个演员工会 拿着这些戏票 你就去 去领钱去了 在这个跑 起码的跑群众之上呢 他还有一个 再往上走 就叫那个群特 就是那个群众的特约 叫群特啊 群特跑群特的话呢 当时你看群众40块钱 群特的话就是七八十了 七八十块钱了 群特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那个比普通的群众 要就就要 就是露脸的机会 要更多一些了 实际上这个 横飘 就是这个群众演员啊 在那个影视圈里边 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 他虽然叫演员 但实际上 他不是真正的演员 群众演员不是演员 群众演员是道具 只不过他是活道具 他这是一种背景 是人肉背景 就人肉背景的活道具 然后那个跑群众里边 有时候还分那个前景 什么后景 在那个主演前面的叫前景 主演后面的叫背景 什么 就还有这种本 但是就是收入的挺低的 但是如果是稍微 那个比方说在主演 同样是跑龙套啊 同样是那个跑群众 但是如果是在露脸的机会 稍微多一点 有时候不仅仅是背景了 能看见你长什么样 这种啊 有时候比方就是在主角的身边 虽然没有台词啊 什么的 或者是那个能看清你长什么样了 这种这种时候呢 他们就叫群特了 群特的话呢 那个形象啊 各方面的说 他们巨头就有一定的要求了 然后那个群特网上 就是这个 这就叫特约了 特约这个 呃 就就就就就 就是这个 这个阶层就更高了 在这个这个 横票里边 呃 特约它里边又分的 那个小中大 就小特中特大特啊 他们又分的 一般特约就是 怎么也得一百五两百 就是哪怕是小特 也得一百五以上了 我说的是2012年时候的价格啊 如果有那么两句对话 有那么两句稍微带来剧情的对话 还不仅仅是走过过场这种的话呢 就叫中特了 就叫中特的话呢 那个就是就是就是三百 呃 这样的话 就不是 就两百以下 就是打发不了啊 就是怎么也得三百 就是两百多三百 这样的话 有那么就是 再往上 有更多的对话 什么那个 嗯 就叫 就叫大特 大特的话 就是 就已经是 呃 不仅仅是走过过场 那么简 那么简单 就有一定的那个 呃 有一定的那个对话了 有一定的那个呃 呃表演了 但是他们这个 就是群众们特约之间啊 就是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横店里 横票里边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矩 就是一般来说 跑了特约的人 他就不愿意去 跑群众了 比方说今天 他哪怕没细拍 这段前他都没细拍 我就 就不能去跑群众 我 我要一跑群众 我就掉了身价了 我就跌份了 跌份了之后 那个 他就是 他就觉得 不光是面子上过不去 他那个 再由导演来说的话 哦 这个人是跑群众的 他就把你归到 那个群众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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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里边去了 完了他就觉得 他这个价码 就是那个身价就跌了 跌了 所以那个 呃 像老焦啊 他就是跑了特约之后 他又 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 他都不 就是 其实没什么可细 细分拍 当然不行 我宁可那个 闲着 我也 我也要等特约的戏 等 跑特约的那个 那个细分来 来找我 啊 就是这个时候呢 老焦这个家伙 这个时候 我开始发现 他那个 这个家伙是一个 呃 有一点虚荣心 然后那个 比较好面子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人 比方说他 他他他他 他真的苦 他真的辛苦 他不苦 我在这度假 啊 我这是 猪窝里度假 另外一个呢 这个 我是特约啊 我不是普通的 那个很漂亮 我是特约 完了这个 王鹤就有点 老是看不惯他 他们两个都是 河南王家 一个舟口 一个洛河 但王鹤就 就就就就 就就 相当务实 就说 你一个人 就死要面子 完了 在我镜头前面 后来熟了嘛 在我镜头前面 拍着拍着 跟他们都交上朋友了 也熟了之后呢 王鹤就 自己也不管 就是就是 在镜头前面 就开始 就开始指责 这个老家 你就是死要面子 胡受罪 实际上到 来当横飘 来当群众演员的 这些 他们这些横飘啊 其实他们那个 心态 也是分那么 三四种 也是也是不一样的 咱们都以为 都是那个 因为我一开始去 包括咱们一般的 说到那个横飘嘛 就是 追梦的人 一般都是 他们拍这个网络剧 就叫 就叫追梦人嘛 但实际上到那边 当横飘的 当群众演员的 他有另外 这种不同的心态 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到那玩去了 就是那个 去体验去了 就到了之后呢 因为不管怎么说 他那个 他是个 横店是个大景区 有各样的影视基地 然后完了之后呢 你能 见到各种各样的明星 你进到剧组里边之后 你能看到 哦 这个影视工业 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这个 就觉得 以前有点 神秘的 这么一个 接触不到的 这么一个影视圈 是怎么回 是怎么回事 你进去一看 你进去呢 你就是 你不光是观察着 你可以 轻生去体验了 然后还有一种啊 实际上 也这个 这个部分 也占的 也不少 有为数不少 相当一部分是什么 他就 这就是他的一个工作 就是他的一个 谋生的 一种方式 他就到了挣钱来了 可能你 有人就说 那个一天 几十块钱 当时 四十块钱 现在可能七八十 就是最低的啊 但是你一天几十块钱 你根本就挣不着钱 就存不下钱 你到这了 挣什么钱呢 但实际上 就很多啊 他很多人啊 他没有那个学历啊 没有背景啊 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 很多人那个 别人有些难的 你说他 他能干什么呢 出来大陆民工 他能干什么 要么就进工厂 呃 干活 有些人呢 就很多 有些那个 有些人呢 他工厂都进不了 他只能到那个建筑工地 只能到建筑工地去去去去 去做工 你看比方说建筑工地啊 一天 其实 那个2012年的时候 也没多少钱 一天也就几十块钱 而且那个风吹日晒 劳累 甚至还有那个 那个时候 还有时候会爆这种新闻 年底准备结账了 那个包工头 跑了 啊 就是有这种 讨薪啊 那个民工讨薪啊 那个 那个什么 结果这种事也 也不少 所以他这群人啊 他很清楚 我我当不了明星 我也没有这个演员梦 我也没什么 我没这方面的才能 但是呢 我就在这待着 呃 他是试试的 挣点钱 呃 就是 当做一个工作 呃 就是当做一个活儿 啊 不想那么多 就是被人肉背景 就人肉背景吧 就是那个活道具 就是活道具嘛 啊 我不求别的 只要你 只要你给我发钱就行 当时这个 曾健呢 他就说那个 他是一定要当明星的 要成为演员 演员的 我一直认为 包括我片子的 在拍摄过程里面 就拍到这个时候 我一直都觉得 他是 他是跟我开玩笑 没把这个当回事 没把这个当回事 但这个时候呢 我才发现 呃 他好像不是开玩笑 我这个当时才 才发现 他是来真的 而且那个 再往后 那个 呃 这段时间才发现 那个在横飘里边 像他这种人 不是个别的 挺多的 你可能觉得他 他那个形象 气势 可能你会觉得 他跟普通人相比 都有点弱 跟演员比啊 那什么 更弱了 就 但是呢 他不能这么认为 曾健 他甚至我看到 那个微博 那当时的微博吗 他还写 他认为他很帅 他认为自己是 东南亚第一帅 他自己 东南亚第一帅哥 他给自己那么命名 包括那个 我拍摄过程里面 就有一个 他们到那现场 拍古装戏嘛 你就得把自己 那个现代的衣服 你得脱下来 一般拿个塑料袋 放在边上 放在边上 然后完了 就穿上古装 拍完了呢 再把戏服还个人家 再把自己那个 那个衣服穿上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小伙子 呃 他当时就那个 不知道谁把他那个 换了个位置 可能按事吧 他就 你就把他那个 塑料袋 装他衣服 就放到别的地方 旁边去了 他一下没找着 没找到 他就 他就发飙了 他就报了 他就在那个 他就在现场 就在那说要报警 在那嚷嚷 现场 嚷嚷 说是偷他衣服 然后说上面有指纹 我要报警 怎么怎么 而且最可怕是 他嚷嚷嚷 他嚷嚷半天 指着那个 指着呢 我以为他骂谁呢 结果那个镜头摇过去一看 他指的是空气 后来旁边有人说 说是 哎呀 横店这边有这种情况 就是那个 认为自己能当明星 想当 而且就是自信 到了那之后呢 你想怎么可能呢 哪那么容易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 之后就是 就 就 这个 就 就当不了 当不了之后 他又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 据说是 据他们说啊 就有好几个这种 这种 就是变得神叨叨的 就神叨叨的 但也许是来横店之前 就神叨叨的 但是有些确实是到了横店 就开始 就慢慢慢慢 这个随着这个 明星梦的幻灭吧 这种 就这就是开始神 就神叨叨了啊 比方说那个曾仙啊 他有一次机会 就是去那个 上海那个东方卫视 参加了一个 大型的演博士节目 王鹤也去了啊 资深的这么一个 影视人 人家那个 就说那个 那你演 你演一场 演出戏 你给你一个设定 就是 你演一个 那你就 你不是想当明星吗 你就演一个明星 就是说 你的经纪人 让你 让你那个表演 让你去 去参加一场 参加一部戏的拍摄 你不愿意去 你怎么拒绝那个经纪人 你演一下这个 那个明星当时 是应该是怎么样演 曾仙就 他也不出 他就在那里就演了 演完之后 那个 怎么说呢 就成就跟笑话一样 你给我 你给我演的是什么 你给我是演的 有炸点 但是炸点太危险了 我可不能气啊 你换的是旅馆 但你知道吗 我如果去拍了 这部戏的话 说不定我连蜜都没有啊 说不定我连蜜都没有啊 郑哥 我觉得你演的不是一个明星 演的是一个群众演员 对 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这明星 原来我认为我这个人普通话 总算不好了 我刚才听不懂 他说旅馆旅馆旅馆 我想这个旅馆干嘛 你要炸旅馆啊 后来才知道是雷馆 这演员你不是一颗金子 而是一块金属给人家垫脚的 我不相信我成不了明星 我要成为大牌明星 我要成为影帝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 他居然在横店是挺出名的 居然是一个很出名的这么一个人 曾健 其实他在那个圈是 包括他们也 不光是在横店 就是他们这个想当演员的 这个群众演员 他们可能有个全国都有一个大的一个圈子吧 就是那个什么 他实际上是挺有名气的 我才知道 他就是老干这种事 老炒作自己 他们好多人都说 说他是横店的炒作大王这种 这么干的 他居然又有点名气了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就看不惯他 说你给那个横店的群众演员就丢脸了 就是我们在拍摄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不是想拍那个追梦人 那个网络剧要推销自己吗 要向导演跟制片推销自己吗 叫追梦人 这个网络剧 他们需要那个 一边开始 找人写剧本 一边就开始招募了 招募演员 招募合作者 就在那 自己还印了海报 你知道吗 还印了一个写 写写写 小广告 到他们那个 群众演员经常聚集的一个地方去贴 结果贴的过程里面 刚贴完就被一个 群众演员把他给撕了 就他们刚走 但是被我镜头无意当中就拍下来了 对他贴这个海报这个地方呢 就是横店的一个饭店 也就是群众演员 他们每天早上 在那等戏 就在那等戏 每天一大早 天没亮 就开始有人在那等戏了 就那个剧组 有些很多时候 就是除了有些是头天就找好的 但有些时候 他都没在头天找 就剧组就直接那天 比如说今天需要 二十个清兵 或者是五个宫女 或者怎么这么着 就是那种群众啊 就是连群车都算不上 那种根本不需要考虑形象 那种什么 那种 剧组光头人家开个那个面包车 那个金杯啊 什么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呢 那个就是每天早上就在那 我们今天是什么 需要什么 就在现场报戏 群头一登记 就上车 演员证一登记 上车就拉走了 这个时候 已经片子拍了 已经半个多月了 才发现 这个时候老焦 就焦上到 才才又开始神奇起来了 啊 一开始就就神神叨叨起来了 就他们不是拍这个网络剧吗 拍这网络剧 他们计划也就是想拍个 二三十分钟 这么一个网络短剧 放到网上 展示一下他们的生活 然后呢 吸引吸引那个影视圈的 导演制片人的注意 也就那么简单的一个想法啊 一直都是那么说的 然后这 这个时候 还什么都没一撇呢 八字没一撇呢 就是那个剧本也还 也找不到人写 完了那个 演员各方面合作者什么的 人家都说他们不靠谱 也没怎么 人愿意合作 之前有两个 那个还开会 有两有几个 还有点兴趣的人 后来跟他们聊完之后 都说他们不靠谱 就没在没在搭理这个事了 最后这个事 也就他们撒赞的张罗 就是说 但对我创作者来说呢 这个事干不成 干得成干不成 反正这个故事线 我知道跟完了 成不成 这个纪录片 我都算完成了 但我就没想到的是 这个 小汤道这个时候 就开始发神经了 他说他这个拍这个 他有信心 就拍这个网络剧 他要去 二三十分钟 他已经容纳不下他了 他准备把它拍成 一个常规电影的 一个半小时的长度 然后完了之后呢 他去 而且他还争去了 你知道吗 他还 他还争去了 那个 就是横店的那个集团 横店的影视集团 他争去找人谈了 说是那个横店 影视集团 有自己的院线嘛 有自己的院线 他要 他说 以这个 横店院线为主 这个 他还要再往后 往推 然后要 要全国世界发行 完了这个 这个片子 他要卖 三千万票房 他们这个 网络电影叫 他们想拍 叫追梦人嘛 就我本身对这个 艺术梦啊 追梦啊 这种 我觉得有那种 有情怀 有理想主义 真够现实前面 有小心酸 碰壁 这种 现实面前 虽然不成功 但是还在 不断的奋斗 我觉得有点这种 算励志啊 这种 这个调子 我基本上是心里面有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 定了一个调 我说 基本上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的啊 你看他为了梦想 吃了很多 苦 受了一些醋 但还在直说 还在坚持 追梦嘛 爱理说导演嘛 他不应该干涉 你的那个 这个拍摄对象的 这些言行的 因为纪录片嘛 就是要真实嘛 但是我 我当时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觉得 我这片子要被他毁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已经 拍了 半个多月 一个月快 反正二十天了 拍了 有一天 那个我就急了 我就吃拉面的时候 我说 我说老姜 你发什么神经啊 就是他们几个在的时候 我说 这个 我来拍你们 这个创作的过程 你这个 你这是故意的 还怎么回事 你这么弄的话 这个 你不是捣乱吗 你这不是 这个 怎么说这种 不着调的话呀 这这这老姜 后来那个 创伤到时候 就说没有啊 我我我 我已经有 有计划了 我我能推行 后来我回过头来 想呢 首先纪录片要真实 你不能去去去去 干涉你的 你主人公 就在你进他面前 去去表演 就是他是什么样 你就应该是什么样 就应该是 不应该是那个 去去按照你的 自己自己的意愿 去去去塑造他 他又不是面人 你想怎么捏 就怎么捏 这个是这个是 首先的原则 后来我 我 虽然一开始 有点着急 但是后来 想了一下呢 这也不错 只能说这个片子的基调 稍微有所调整 这个带点黑色油木 这种滑稽的这种色彩 不也挺不错的吗 之后这个过程里边呢 他们还去了一趟 那个杭州 去到了杭州 就是当时那个 是中国大人秀 好像是 他们三个那个 就去去演了一个小品 演的可以说就是莫名奇妙 就是一头 就不知所云 一头那个 所谓的小品 就是几根长级张牙舞照 喊了一堆那个 不知道就是 四六不搭的 这么一堆 一堆话之后 完了 然后然后那个 现场的主持人 什么的 当时那个挑 就是评委啊 就是那个评委 看着都不知道来干嘛 这些人 就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 后来我就发现 他们的这个言行啊 可能有些 包括那个 这个演小品 这个 就像他们这个小品 你不知道 你不能去分析 你不能用常理 常规 常理 去分析 你要一旦去分析 去思考 他为什么这么干 他在干什么的时候 你就输了 你就 你可能 你就会错乱 你知道吗 你就会跟着他一样 就神经 就就就 进到他那个世界里边去 你可能就就就蒙了 你可能就 你可能也跟着就错乱了啊 但是呢 我 我拍了其他的 那个 也拍了 也拍了其他的一些 那个横票 就是这是一个群像的一个节目 三个主人公之外 也拍了一些群 但是我发现 大部分还是正常的啊 大部分人家还是那个 有些是 真的是有明星梦 并且在那儿努力 并且是 他他是在那儿努力 也有一些呢 来了之后 一段时间 人家就 意识到了 原来这个 这个梦啊 不是那么 容易的 就是他们就意识到 这个差距之后 人家很清醒 然后就是 该 该走就走了 比如说有对小姐妹 在我镜头里面 就出现了一项 然后 来了之后 就是说 那个 就是说 很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的形象 并不占优势 就是个普通人 然后 才发现那个 真正的演艺圈 接触了一下 看完了之后 是怎么回事 人家就 想要对这样 就准备就走了 然后还有一个女孩呢 是一个湖南的 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也是 就普通通 普通通的一个家庭 人家每天 那个都打工 在那边帮着 打点各种散工 挣点钱 完了之后 待了一家 人家就 也就大概一年 还是多长时间 反正就 就那个时候 那个也就 也就都走了 就是那个 准备回家 就该结婚 该怎么过 正常的生活去了 就是那个什么 大部分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小伙子 是那个 名字特别有意思 叫张小猛 我都记得 他十年了 我对他 印象还是很深 就是张小猛 当时才十九岁 他就是那个 就是想当李小龙 有这个 李小龙这个 功夫明星这个梦 完了之后呢 那个 而且刚来的时候 也演了这场戏 也跟他们 也参加演出了 一天那个 甚至有 刚演第二次 还是什么 就 就得到了一个 有台词的机会 就本来四十块钱 四十块钱群众嘛 结果一下变成一个 小特了 就是 就是群特 甚至比群特 还稍微高点 还有句台词呢 就这么一个 就挣了 那天就挣了 两百多块钱 哎呀 一下子感觉到这个 他就感觉到这个 就充满信心 对未来 就这么一个小伙子 但是 但是再往后 就这个片子 我拍到后面 拍了一个多月嘛 这个片子 到后面的时候 这个小伙子 到后面的时候呢 他也意识到这个 这个梦了 是不靠谱的 叫 有句话叫 出道际巅峰 才发现 那个已经是他的巅峰了 就是那个 当个小群特 我最后是 见到他的时候 就是那个 大概一个多月了嘛 那个时候 他已经 就没有那么多 没有 已经开始有点迷茫了 开始有一点迷茫了 那是最后一次见他 后来我 后来他就 我们听说他失踪了 大概几年之后 我才 我还是 我还问他们 我说当年 那个张小猛 到哪去了 怎么就失踪了 后来听说是 那个 跟人打架了 跟人打架 可能也是情绪不好啊 什么在那横店待着 就是拍戏 各方面 那个慢慢慢慢 他就开始 精神上有点失落啊 各方面开始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跟人打架了 这个小伙子 以前是学厨师的 学厨师的 这么一个小伙子 就为了来追求 这个功夫 运行梦 就完了之后 就来了之后 就发现收入啊 他一个人当 在饭馆 给人那个炒菜 什么的 比挣得多多了 而且关键 看不到希望 在他可能 精神上有点 那个急躁啊 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反正就 据说跟人打架了 甚至听动到 是不是警察都惊动了 还怎么回事 后来我才听说的 结果就 完了他就离开 就走了 走了 就没再回来了 在这个 恒电拍摄的过程里面 他们自己 就是好些恒飘 包括老焦 他自己都跟我说 他说外人 怎么评价恒飘 他说怎么评价恒电 说是那个恒电是 从他们嘴里 我听说这句话 叫什么 疯子的乐园 懒汉的天堂 光棍的世界 当时是老焦42岁了 曾健也38岁了 他们都 包括网客在内 他们三个都是 确实都是单身汉 都没有结婚 曾健那个家伙 据说 据他们旁边人说 说是他那个 他说他是那个 女朋友还不少呢 据说是 据说他 就是广东话叫抠女 还挺厉害的 他们他们那么说的 我也不知道真假 但是在我拍摄过程里面 倒确实是出现了 一个女孩 就是那个外地的 你看曾健是广东的 那个女孩是我印象是哪的 是苏北的 好像是那个 大概那个地方的 一个女孩来到 是不是也是想当 群众演员啊 还是什么回事 反正来到恒电了 然后跟曾健 当时就住一块了 有这么一个女孩 就忽然有一天 那个他们不是 要找人写剧本吗 找人找人那个 找人演啊 就到处老乔 到了为了他的三千万 三千万的梦想 还到处找 找那个找合作者嘛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天 他们本来说约好 在一个群众演员家里 准备那天晚上开会 然后完了 结果那天曾健就没出现 没出现之后呢 那个 就就 原来是怎么回事 他就发现他那个 他那个表妹 就跟别人好上了 就跑到别人的那个屋里去 然后完了 他就上去敲门 他就上门 上去 他就砸门了 就是那个 有点那种 什么桌子拿上桌子 拿霜的 那个那种感觉 反正 原来那个女孩 也就没把他当男朋友 然后 一直在不断地在找新人 完了 曾健发现这个真相之后 发现他已经跟别人 那个 跑上了之后呢 就气得都不行 气得都不行 然后站在街上 那天晚上就大喊大叫的 王上 一个人坐死大尺 就是说他不甘心 实在心不甘 就那个时候 反正那种 就是典型的一种 我心不甘 那种 那种 好像老婆出轨 背戴绿帽的 一个男人的那种 那种状态 后来最后那个表面 后来就 就失踪了 就是有一天就失踪 就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了 电话也打不通 就这么就不见了 然后虽然事儿过去了 但是呢 在今天那个精神状态 就就 就不大 呃 就不大对头了 情绪就 就低落了 王鹤呢 只是这种没什么变化 就那样 老焦呢 就是亢奋的 到处 那个 然后大家都觉得 他神经病 追梦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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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剧组啊 根本就没有正式成立的电影剧 呃 就拍了个开头 拍了个片头 拍了个片头 就 就 就 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呢 那个 我这个片子 也都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呢 就是那个 我觉得也就是 反正我就是套层结构嘛 西中系 把他们这个 呃 他们这个创作过程 如果算是 也算创作过程的话 反正就是 我就 忠实的啊 记录下来了 记录下来呢 我就 也就回 就回 回北京了 回北京之后呢 就是那个 就正常的 就是 剪辑啊 然后审票 然后 半年多以后 都是那个 就是在央视 这都已经到了 第二年了 就是 2013年的 年初 就是在央视 就播出了 呃 播完了 反响效果也不错 然后什么 中国电视报啊 还有一些 其他媒体啊 都有报道 啊 都有报道 呃 当地的 我听后来就听说 当地的市长啊 都看到了这些节目 看到了这些节目 还 呃 还接见了他们 你知道 还当时接见了 老子高教他们很兴奋啊 就觉得 被领导接见 完了之后呢 那个 呃 老教还 还得到了那个 参加那个 这场卫视 有一个 有一个相亲节目啊 穿了反正 也是西装 呃 没打领带 但是也是 白蹭衣 也像这么回事吧 他就也去参加 那些相亲节目去了 老教就当时 就挺高兴 说是 哦 这回好了 这回 他那个千里嘛 有有有 有被伯乐 发现的机会了 挺高兴 这个至少露鸟了嘛 然后完了 在这个时候 但事实上呢 我心里是 我就很清楚了 就是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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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